好 那麼老師呢 您先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的平台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您可以用會員 您可以用訪客 都沒有關係 那訪客算是OneNote這個翻轉學位平台最單純的 您可以直接像這樣子 各位老師 郭同學有發現我們家的滑鼠優標特別大字嗎 您都沒有覺得這個手跟... 這個如果你Windows 10有更新到1903 就有這個功能啊 跟Mac一樣 因為Mac的滑鼠也可以變成大字 好 那現在Windows 10也有在模仿了 就不用在尋求外面的軟體幫忙 好 那如果您用訪客的 直接點一下 會產生八位數的代碼 好 八位數代碼 那下次呢 您就用這個代碼 把它怎麼樣打進去 您的學習紀錄 學習歷程就在上面 包括您看過的 架過的 這些群組 有做的筆記 通通都在裡面 好 那OneNote它有免費跟付費的方案 但是免費方案其實就足夠大家使用了 這個是台灣的 在新竹的一個廠商 那我覺得蠻不錯的 所以我的課程其實 絕大多數都放在上面 好 那像這樣我就產生一個代碼 你就按我了解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進來了 那我們的課程呢 已經有公開 已經有公開 所以呢 其實即使您回去 重新再加 就是進來 也一樣可以加入齁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先到右上角這裡 因為每個人進來 可能是代號 也有可能是這個 綁客代碼 您可以在這邊先更新一下您的個人資訊 寫一下 比如說您的那個姓名啊 您可以用密稱也可以 都沒有關係 好 就稍微更正一下 等一下我這樣會比較清楚 您是哪一位這樣子 好 那麼儲存完了之後呢 您可以到這裡來 預設的時候呢 您進來是在所謂的發現裡面的課程 那我們的資料呢 會在這邊 來 我先做個筆記一下 在這裡 您找一下 好 您到這邊發現裡面的群組 好 找到這個群組 您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課程了 好 就從這邊 我把它釘起來 這樣做筆記也不錯吧 好 可以隨時縮小放大 這個蠻好用的齁 這也是免費軟體 好 那麼您進來之後點一下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入 這樣看得到嗎 後面同學這樣看得到嗎 來 這樣子齁 就是您從這邊發現裡面找到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找到加入 按下就OK了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要按一下加入喔 好 按下去 那我們的資料就已經擺在裡面 等各位啦 有沒有真的進來了 好 那進來之後呢 OneNote呢 它基本上在這個地方 您現在一進來看到叫做訊息 我們的教材主要是會放在任務這邊 在任務這個地方 那您如果找右手邊 右手邊 您會看到這裡有個研習錄影影片 那另外呢 下面這裡有我們今天會用到的免費軟體 有一個檔案這裡 有我們今天的免費軟體 所以這些資料 您回去都還可以繼續進去 都可以繼續找到 反正就是從今天開始這個課程就開放了 這樣的話您要找就會比較容易 找就會比較容易一點喔 好